我们今天接着还是说一说港上机的例题 我们看一看还有什么样的一个问法 好,例题14 一个尖峰下撞击症 我们昨天说过尖峰下撞击症 通常涉及了以下哪一些肌肉被涉及到 给了四个选项 A就叫做Terminor B,Terminor C,Superspinus D,Subscapulus 分别是大圆肌 小圆肌 港上肌 肩甲下肌 在这四个当中 谁和这个尖峰下撞击症有关系 从位置上看 我们知道是C选项 港上机 我们重温一下它的位置 港上机 在肩甲港上面的港上窝里面 在这儿 它正好是处在我们尖峰的下面 大家看就是这个位置 尖峰的下面 这是尖峰 尖峰的下面 所以港上机和尖峰下撞击症 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 在这个位置 那么大圆肌 小圆肌 就离得稍微远一点了 他们就没有在尖峰下 肩甲下肌也是 肩甲下肌 在很里面 很深的一个地方 这是肩甲下肌 也并不是刚刚好在尖峰下 所以大家看一看 这个尖峰下撞击症 虽然不是特别的好认 但是呢 我们通过位置可以判断 港上机最符合这个 尖峰下的这个概念 好 例题15 The motion of the humerus when superspinals and the middle delt are contract is 一个 Motion 是什么 一个运动 关于什么的运动 of 关于一个humorous 肱骨的运动 肱骨是哪里 是我们的胳膊 就是我们的上臂 公骨 这是公骨 关于公骨的一个运动 当什么时候呢 Win 当一个港上机和中三角机 contract是什么意思 收缩 当港上机和中三角机收缩的时候 这个公骨做什么运动 港上机在这 中三角机在这个位置 他们两个收缩 做什么运动 A 叫做 aduction 内收 B abduction 外展 C flexion 区域 extension D 伸张 伸 那么正确的应该是 外展 ABD 这道题就是非常概念的一道题 没有什么悬念 港上机的主要动作 外展 ABD 中三角机的主要动作 外展 ABD 前三角机和后三角机做什么 大家还记不记得 前三角机 在这 它负责是flexion 向前面这个动作 后面是extension 向后 大家注意 这个三角机是比较常见的 好 前三角机 在这 负责 flexion 后三角机 在后面负责 extension 这是extension 那么中三角机 负责 ABD ABD 外展 中三角机和我们的港上机 是属于什么 协同机 它们都在这一个位置 很多同学把这个协同机 对抗机 搞不太清楚 其实大家看一看 这个协同机 和对抗机 协同机的位置 基本都是一个方向 相似的接近 对抗机正好相反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前三角机和后三角机 一个前 一个后 这是对策 它们互为对抗机 好 例题16 Delta and Superspanels The share of common action What that action is? 三角机和港上机 分享一个共同的action动作 那么这个动作是什么 大家看一看 这个题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题 一个运动 关于公骨 当港上机和中三角机一起收缩的时候 每个字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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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一样 收的都是一件事 同样也是问 三角机和港上机一起的动作是什么 一起的运动方式是什么 ABCD A叫做abduction Badduction的shoulder Badduction的shoulder C Flesh in the shoulder D Extention的shoulder 都是shoulder 就都无所谓了 我们就注意前面这四个就行 外展 内收 区区 伸展 正确答案应该是谁啊 很明显 A选项 外展 所以大家一看到这个三角机港上机 要形成一个概念啊 第一个想到的动作是什么 就是abd 上来就想到这个事 形成一个非常敏感性的一个做题的思路 出题的人啊给你出这个 肌肉 一个三角机一个港上机放在一起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让你知道 他们的动作 形成动作是abd abduction 大家注意啊 我们做题是为什么 做题不是为了把这道题背下来 做题是为了体会出题人的意图 为什么要出这道题 他要考你什么知识 请把这些知识固定在脑瓜当中 这些题目 无论他怎么问 怎么跑 跑不了 只要出现三角肌港上肌共同的运动 不管这个运动用的是action还是motion 还是moment 只要是说动 他们两个在一起 三角肌中三角肌和港上肌在一起 基本上就是abd abduction 好 我们接着看 17 muscle responsible for establishing the glottal humerus joint and abduction of the shoulder 换了一种问法 他说这个肌肉 responsible 负责 负责什么呀 stabilizing 是 稳定 stab stably 稳定 稳定 如果要这个字大家不清楚的话 或者印象不深的话 把这个记一记 stab 稳定 稳定什么呢 鱼弓关节 glow humor humor是公骨 glow是鱼关节鱼 这夹在一起 中间是个神奇的 鱼弓关节 就是我们的肩关节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肩关节 在这 稳定这个肩关节 然后呢 他还做一个动作 是abd obduction shoulder 那一提到这abd 我们先想到的是什么 哪个肌肉 港上肌和中三角肌 所以一提到肌肉 他的动作是abd 而且还关于这个 shoulder 第一印象 就是中三角肌 港上肌 我们看看答案当中有什么 a叫做infor spanish 这个叫做 港下肌 b parameter 小圆肌 c superspinus 这个是 港上肌 最后是subscapulous 肩甲下肌 正确答案应该是港上肌 那好多同学就说 这个港上肌和这个肩甲下肌总看混 记不住 怎么记 有两个区别 第一 港上肌是super sup 代表上 港下肌是sup sub sup sup 资 sup 代表 肩甲肛 顾客的突出物 肩甲下肌呢 是scapulous 肩胛骨 肩胛骨这个词要非常熟 Scapler 肩胛骨 所以肩胛骨下面的叫肩胛下肌 肩胛杠上面的叫杠上肌 把这个记住 单词 越是记混的单词 容易记混的单词 一定要放在一起记 单独看上去 很容易混 你放在一起一对照 马上区别就出来了 好 类题是吧 abduction of the shoulder can be accomplaced by a concentric contraction of the beach muscle 一个外展肩关节 能够 通过一个同心的收缩 哪个肌肉 可以通过同心收缩哪个肌肉来完成 A Corebrus 这个是 肺肱肌 肺突 C-O-R-A 肺突 你看到这个是肺突 后面 B-R-A-C-H branch 这是肱股股的肱 肺突和肱股之间的肌肉叫肺肱肌 肺肺肺肌肺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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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到外展 肩关节 我们先想是港上级 而且他这道天还给了一个叫做什么呀 向心收缩 concentrate concen 看到这个组合的cc 这个就是 向心的 contraction 收缩 收缩 contraction收缩 单词长 记不住我们把它分开记 后面action是动作 对吧 都知道前面contract contr 这个就是收缩 那么 哪个肌肉的收缩 可以形成一个外展肩关节 答案是 港上级 换作中三脚肌 也可以 例题19 which muscle as contract when a person performs abduction of the arm 哪个肌肉是 收缩的 当一个什么时候呢 一个person这个人干嘛呀 做一个什么动作呀 外展的动作 外展什么呀 胳膊 既没有告诉你 humor 肱骨 又没有告诉你 golo humors joint 鱼肱关节 又没有说shoulder 这回用了一个arm 但是大家都知道 说的都是一件事 无论是外展 肱骨 外展胳膊 外展 鱼肱关节 说的都是 外展这个动作 我们肩外展 说的都是肩外展 都是这么一个动作 抬手臂 都是这样 好 那么基于这个前提 我们看一看 A 叫做 Leotus Gabler 肩甲提机 B Lasmus Deodorsi 这个是背阔机 C Super Spinos 港上机 D Terra Major 大圆机 一不了人 应该是谁呀 港上机 对吧 港上机是做一个 外展 胳膊外展 肩关节 而且它是 contract 收缩 大家注意啊 收缩 你说为什么要强调这收缩呢 收缩是肌肉的主要运动方式 肌肉怎么动 就是收缩 没有别的 你说肌肉不还有拉长吗 那个叫离心收缩 离心收缩 虽然也叫收缩 但是拉长离心收缩 是肌肉的 被动运动 不是它主动做 肌肉主动做 就是向心收缩 简称收缩 好 例题20 Wheel muscle Wheel muscle in rotator cuff as following Rotator cuff 谁还记得这 Rotator cuff是什么 一共有四个肌肉 港上肌 港下肌 肩甲下肌 和小圆肌 他们统称叫做 肩袖肌群 像袖子一样 像我们的一个袖子一样 挂在我们的这个肩膀上 叫做肩袖肌群 在这个位置 分别是 港上港下 港上港下里面的肩甲下 和小圆肌 好 这是哪个肌肉啊 是这个肩袖肌群当中的 这里呢 A叫做Trapesils 斜方肌 B Paramagor 大圆肌 C Superspinus 那港上肌 D Spinian Captis 这个是什么呀 什么肌肉啊 我们前两天说过 哎 头甲肌 啊 头甲肌 头甲肌在我们的脖子后面啊 头后面 在这个位置 正确答案当然是港上肌 但是一提到Rotator Car 啊 大家注意一定要头脑当中显现出四个肌肉来 啊 这是必须的 那么答案当中有港上肌 我们选港上肌 有其他三个 我们也要选其他三个 因为任何一个都是正确答案 啊 可以替换成小圆肌 可以替换成港下肌 可以替换成肩甲下肌 都可以 都是正确 有的人说 那如果要是说Rotator Car following 由这个小圆肌和这个港上肌都在一起怎么办 那这题就是个错题 啊 没法办啊 俩都一样啊 都是一家孩子 老大是心头肉 老二也是心头肉啊 所以说呢 那个就是不对的 我们要知道 大圆肌就不一样啊 大圆肌就不是我们监修肌群当中了 大圆肌和谁是一家的 背阔肌啊 大圆肌和背阔肌啊 他们两个是一起 好 历天21 All of the following muscles insert onto the scapula Except 好 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关键就在于最后这一个字 前面都认识 All of the following muscles insert onto the scapula 谁是哪一个肌肉 以下哪一个肌肉 插入或者止于这个肩胛骨 好 最后一句话叫做什么 Except 除了 大家把这个字记一记啊 如果要是不记得这个字 不认识这个字的 Except 除了 一有这个字就是一个反义词 以下所有的肌肉都止于肩胛骨 除此之外 要选那个没有插入到肩胛骨的 那如果没有这个字 那这道题问的是插入肩胛骨的肌肉是谁 或者说指点在肩胛骨的肌肉是谁 有了这个字 意义就相反了 好 我们看看ABCD A叫做Rambles 这是菱形肌 菱形肌 菱形肌在哪 在后背 这是菱形肌 菱形肌 菱形肌 起于我们的 净胸锥 在这 指于哪里 指于肩胛骨的内侧边 内侧圆 大家还记不记得 所以菱形肌是不是指于肩胛骨呢 是的 菱形肌是insert scapula B 叫做Superspinus 港上肌 港上肌是不是指于肩胛骨 对啊 肩胛骨它是起于港上窝 肩胛骨的港上窝 它起于肩胛骨 它可没有止于肩胛骨 它止于哪啊 公股的 大结结在这 Great Tuberpole 公股的大结结在这个位置 指于这 大家注意啊 这港上肌是起于肩胛骨 但止于公股 C C Certus Entry 我们的 前聚机 前聚机起于哪 止于哪 大家还记不记得 哎我们肩胛骨的 内侧啊肩胛骨的内缘啊 哎肩胛骨内侧 在这啊 这是我们的前聚机 前聚机 起于哪 起于我们的肋骨上啊 好 第选项 叫做 Petralis Demeanor 胸小鸡 胸小鸡的 起点止点是在哪 哎我们还没有讲胸小鸡啊 我们看看 起于肋骨 起于什么地方 我们的 肩胛骨的 汇秃 汇秃啊 这是胸小鸡 所以这道题当中呢 零星鸡也是 止于肩胛骨的 前聚机也是 止于肩胛骨的 胸小鸡也是 止于肩胛骨的 只有我们的 港上鸡 是止于 公骨的 是止于公骨的 所以这道题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啊 要分析一下 这道题呢 虽然出了一道题 把四个肌肉的 旗帜点都靠 你必须全知道 你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当然了如果要是你对 港上级非常的熟 记得非常清楚 他insert 公骨的大结尖 一下子就记住了 想起来了 其他的也可以不考虑 对吧 好 例题22 all following muscles extension 的shoulder except 又来了 这道题说的是什么 所有的肌肉伸展肩膀 除了 就是问你 flex 曲 对吧 他说除了谁 其他的都是伸肩膀的 所以证明 abcd四个 答案当中啊 其中有三个 全是extension shoulder的 只有一个是 flex 只有一个是flex 好 也不一定啊 有点这个武断 人是除了伸肩 除了extend 也不一定就是flex 对吧 人有可能是 abd 有可能是add bd 有可能是内旋 有可能是外旋啊 只要不是extend的就可以了 我们看看啊 a 叫做terra major 我们的大元计 b 叫做 lesmu storsi bqg 一看到这个组合 大家想一想 应该怎么考虑 对他们动作是一致 只要其中之一 属于有extend shoulder这个动作 另一个都不用想 我们说bqg 是不是做extend extension 是 三个基本动作是什么 还记不记得 背阔机和大元计的三个基本动作 extension middle rotation 或者叫internal rotation 内旋 还有就是内收 add 好 这个抛出掉了 c呢 叫做 superspanist 我们的港上级 港上级做外展的 addduction 不是这个extension 递选项呢 superscapitalist 我们的肩甲下级 肩甲下级做什么 这肩甲下级是做内旋的 所以说呢 他这道题出的不是太好 不是做身肩膀 应该给他改成什么呀 应该给他改成这个 小元计 或者是 给他改成这个 公三头计 都可以 当然了我们这道题是为了计这个答案是 港上级 为了计这港上级 实际上如果要是这么说的话 港上级和这个肩甲下级都对啊 都不是这个extend 我们给他改一下 给他改个小元计 小元计这样看起来就好看多了啊 都在后背后面啊 extension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这个 港上级 好 例题23 What muscle is the Sanergist with the highline muscle in the image 什么肌肉 是一个 协同 关于 高量的这个 肌肉 在这个图片当中 高量 他也没有高量 只是给你画一个箭头 这个箭头说的是谁啊 这个地方实际上应该是上斜方机 应该上斜方机 如果要是说没有斜方机 画里面的这个就是提肩甲机 但是他有这个斜方机了 这个就是上斜方机 A呢 叫做Tier Major 大元肌 B Legismile Storcy 背阔肌 C Pacterialis Derminer 熊小肌 和 Super Spanus 我们的港上肌 大元肌 背阔肌 内收 内旋 伸展 和这个 没关系 和上面这部分没关系 熊小肌下压肩甲骨 也和他没关系 如果要是肩甲提机对了 对吧 提升肩甲骨 这道题呢 有点牵强啊 但是唯一 接近的 就是这个 杠上肌 做外斩 上斜方机 其实主要是做提升肩甲骨的 并不主要做外斩 和外斩的这个关系不是太大 但是呢 他有辅助功能 他什么时候做外斩 当我们的胳膊超过90度的时候 在向上的时候 后三角肌 斜方肌 还有我们的前击肌 都会参与这个 动作 都会参与这个动作 实际上在向上这个动作就不能完全叫歪斩 就有点是 悬上 upperware 好 那么这道题呢 其他三个都有明显的错误 只有这个 杠上肌 接近于这个位置 那如果要是这道题 箭头或者是 高亮的机会给你画的是 三角肌 中三角肌 那就不容置疑了 就是这个 Super Spinels 我们的杠上肌 AT24 Practitioner Deprised the clansed scapula 一个从业者 Deprised 下压一个客人的肩胛骨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cles is stretched 拉伸 拉伸 这个动作肯定是一个上提的动作 既然他说按摩师下压这个肩胛骨 那么 拉伸他就是 向上这个动作 实际上应该是上提肩胛骨 但是这段题答案当中好像没有上提肩胛骨的选项 这几个单词我们看一看 A 叫做 Petrolis-Miller 我们的 凶小肌 Subascabalus 肩胛下肌 这应该是 港下肌 Infer 应该是 Infer Spinels 我们的这个 肩胛下肌 应该是 Infer 不应该是 用Sub 那个词是不对的 第一选项呢 叫做Super Spinels 这港上肌 所以港上肌 是 拉伸的 大家注意啊 港上肌是拉伸的 港上肌的动作是 外展 ABD 对于向下这个胳膊 是拉伸的 有同学说了 那这个时候 他不是应该说 ABD和ADD 之间的这个 不一样吗 那么这道题他没有一个 下压和上提的对应的这个 肌肉 实际上说下压肩胛骨应该是 胸小肌上提应该是肩甲提及 但是他没有 所以呢 我们 推着求其次选一个接近 所以看到这种题的时候 莫连两可 大家要灵活着去思考 你不能钻牛脚尖啊 就是这个拉伸就是这下压是怎么回事啊 不要去钻牛脚尖 因为题目出现了 必然你就要把它选出来 尤其是考试的时候 也会出现这种 模棱两可的这样的题目啊 我们要理解 他说下压肩胛骨 其实就是向下的这个动作 就是向下这个动作 那么拉伸 你就可以理解为胳膊向上这个动作 那么在这四个肌肉当中 谁是胳膊向上的动作 就是 杠上肌 就是杠上肌 啊 那么如果这道题稍微改一改 他说practitioner depressed the clans scapula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cle is 没有这个stretch 没有这个拉伸 应该是谁啊 下压肩胛骨 那么按摩师 下压这个客人的肩胛骨 哪个肌肉 出现动作 就是这个 胸小肌 啊 胸小肌出现动作 啊 更严格一点的说呢 应该是把这个practitioner的拿掉 叫客人 client depressed scapula 这个时候 which are the following muscles 就是胸小肌 啊谁做下压肩胛骨的动作 胸小肌 好 立体2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s the antagonist of the superspanels 哪一个 是对抗 一个 做 港上机 谁对抗港上机 对抗港上机 对抗港上机应该是什么动作呀 大家想想 哎 内收 对吧 应该是内收 港上机是外展 abduction 港上机是做 外展的abduction 对抗它就是做内收这个动作 那么谁可以做内收这个动作 谁就是对的 我们看一看 三脚机 可以做内收这个动作吗 不做啊 三脚机有三条 哪一个都不做这个动作啊 分别是 前三脚机做区区 后三脚机做extension 中三脚机做abd 没有add这个动作 没有内收 胸大机 胸大机我们还没有讲到啊 看胸大机是做 曲flexion 做extension 啊 而且还可以做内收 啊 胸大机是可以做内收 subscapitalist 肩甲下机 肩甲下机我们刚才说的是做什么 做内旋的 啊 我们的港下机 是做外旋的 大家看这两个肌肉啊 肩甲下肌 在这儿啊 他在肩甲骨里面 所以呢 他做内旋 这啊 他做内旋 而肩甲下肌呢 在肩甲骨的外面啊 啊 所以呢 他做外旋 啊 这是港下肌 好 所以这道题对应着 这个 这个 港上肌 啊 Superspanos 的对抗 就是 胸大机 他的对抗动作是内收和外战 啊 abduction和 adduction 这条二十六 这条二十六 when a client brushed her hair feel shoulder pain the practitioner should 谁还记不记得啊 我说过这个brusher hair 说的是什么事儿 梳头的动作啊 说这梳头的动作其实就是做这个 啊 abd abduction 好 a呢叫做 delta postural fibers and inferspanos 后三角肌 纤维和 港下肌 b delta的postural fibers and subscapulants 我们的后三角肌 纤维和 肩甲 下肌 c a superspinals and inferspinals 我们的港上肌和港下肌 d delta middle fibers and inferspinals 我们的中三角肌和 港下肌 大家想想啊 这个应该选谁 首先要排除掉的就是a和b 啊 因为后三角肌 不牵扯到这个动作 好 我们看 c是港上肌做这个动作 d是中三角肌做这个动作 区别在于后面都是一个 港下肌 啊 对比起来 梳头 梳头 啊 又 做外展 啊 而且呢 还做外旋 啊 这个动作 所以呢 我们考虑 港上肌 和 港下肌 啊 好 那天二十七 好 那天二十七 the test results yet pain upon action abduction of the shoulder which muscles is most likely in white with the pain 啊 说的挺多啊 这说了个什么事呢 他说一个抱怨这个肩膀疼 啊 用我们的这个专业名词管它叫主速啊 就是客人自己说啊 诉说这个情况 肩膀疼 首先想爱这个客人问题出在哪 出在肩膀 然后呢 这客人呢 到这个我们的office office就是诊所呀 就是诊所里来 来做一个什么呢 make 执行一个active runoff motion test 主动的关节运动的测试 诶 什么叫主动的关节运动的测试 客人自己做的非常好啊 主动的测试 主动的关节运动 active runoff motion test 就是客人自己动 按摩师不碰他啊 按摩师带着客人动的那个叫被动 啊 passive 好 那么这个测试呢 显示了这个疼痛 啊 这个疼痛 在主动做什么动作的时候啊 active abduction的时候 abduction of the shoulder 在主动外展肩膀的时候疼 which muscles is most likely 最有可能 一看到这most likely 就是最有可能 哪个就是最有可能 涉及这个疼痛 以这个疼痛有关 好 大家想一想啊 他给这个描述 他是来做主动关节运动 而且呢 当主动 外展肩膀的时候疼痛 说明什么问题 对啊 非常好 说明他在做 abd abduction 肩膀的时候 这个肌肉收缩 并且疼痛 肌肉一收缩 他就疼 说明这个问题 因为他自己主动 做这个动作 主动做这个动作 就要求肩膀的肌肉收缩 他自己做这个动作 自己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疼 就说明身体 执行这个abduction 这个动作的肌肉收缩的时候 会疼痛 会有问题 那么谁做abduction这个动作呀 中三角肌和 港上肌 中三角肌和港上肌 好 我们看一看 A就是 superspinus 港上肌 B是level scapula 肩甲体肌 C是lotsmissile Dorsi 背阔肌 最后是infer spino 港下肌 那么我们刚才做了分析了 只要是港上肌 或者是中三角肌 就都是正确的 都是正确的 提肩甲肌是提升肩甲骨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提升肩甲骨和外展 还是有区别的 提升肩甲骨 主要是做肩甲骨的提升 而外展主要说的是 我们的胳膊做动作 像上肌这个动作 这是不一样的 背阔肌呢 它既不做提升 也不做外展 港下肌也是一样 所以呢 正确答案应该是港上肌 例题28 A client with a first degree tier of a supraspinous muscle may not be able to be able to 可能 啊 not be able to 就是不能 不能 一个客人 做什么呀 叫做first degree tear 这个词 大家有没有认识的 当什么讲 把这个词记下来啊 就是一度撕裂 撕裂伤 一度撕裂伤 什么是撕裂伤 肌肉被拉断 肌纤维被拉断 就叫撕裂伤 我们终于管这个叫撑扰了 就是拉伸伤害 撕裂伤 就是这个 超出了它的收缩范围 伸展 伸伤 就是撕裂伤 这个呢 叫做一度撕裂伤 他说当这个 港上肌 一度撕裂伤的时候 不能怎么样 无法做什么动作 好 我们看 A 就叫做 moon finger over without pain 可以动手指 但是呢 不疼 B呢 叫做 abducted arm past shoulder left 就是外展 肩膀 外展到 超过肩部以上 C呢 是established the hand will enough to rest right 说这个稳定 这个手 足够写字 最后一个呢 叫做 midly rotate the arm 实际上这是什么 middle rotation 就是middle rotation 他给你换了一个词性 叫midly rotate 就是内旋 the arm to the reached upside shoulder 内旋肩膀 以达到对侧的 这个肩膀 内旋 内旋 这个胳膊 以达到对侧肩膀 我们看看这几个动作 A move the shoulder 移动这个手 手指头 移动这个手指头 不疼 这个移动 手指头和这个 擀上肌 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擀上肌是肩膀的 手指头是手的 和它没关系 B呢 叫做外展胳膊 超过这个肩膀 外展胳膊 超过肩膀 这个动作和擀上肌 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因为他做的是abd c呢 稳定这个手 足以写字 right 又提到这个手 写字的手和我们 港上肌有关系吗 也没有关系 最后一个 内旋 胳膊 一说到内旋 关键你认不认识 这个middle 给你换了一种说法 我们以前经常说 internal rotation middle rotation 它这个给你换了一种词 叫middle rotate 内旋 一看到med 后面有rotat rotate 我们就知道这是内旋 至于它后头给你 什么后缀 不重要 内旋和我们的这个 港上肌有关系吗 也没有关系 港上肌只做abd 所以说呢 一提到港上肌 除了abd abd abd 以外 都不考虑 不管它后头是对侧的肩膀 还是同侧肩膀 这都没有意义 所以这道题 你根据这几个位置 就可以判断 手 手腕 手指头 和内旋 胳膊 通通和这个港上肌 没关系 所以 外展胳膊 就肯定是正确的答案 肯定是正确的答案 其实关于这个港上肌呢 有一个说法 这个 零度到15度 这个角度的时候 是港上肌收缩 15度到90度 是三角肌 90度以上呢 又回到港上肌做运动 这是一个论调 也就是说在这个业界当中 一个说法 还有另外的说法 就是在90度以上啊 港上肌 不参与太多的运动 主要是后三角肌 后三角肌 和这个 斜方肌 还有这个 我们的这个前距剂 收缩来 拉伸这个肩胛骨 造成的提升 所以呢 我们两个都了解一下 好 例题29 When is the antipolis to elevation of the left scapula 当你对抗提升左肩胛骨的时候 Which muscles is relaxed 哪个肌肉是放松的 左肩胛骨 你看答案当中有左右吗 没有 所以这个左肩胛骨 其实重要吗 不重要 你就知道它是肩胛骨就好了 也就是当提升肩胛骨的时候 哪个肌肉是放松的 和刚才那个提啊 意思差不多 也就是说提升肩胛骨 这胳膊是向上来的 谁是放松的 这胳膊是向下这个动作 好 A Superspinals 港上肌 B Inversepinals 港下肌 C呢 是胸大肌 D是 大圆肌 胸大肌 做向上的动作 这道题关键在于这儿啊 大家看一下啊 对抗 放松 当对抗提升肩胛骨的时候 对抗提升肩胛骨的时候 动作应该是什么呀 应该是下下对吧 是不是向下 对抗提升就是肩膀向下 我们的这个胳膊向下 这是对抗提升 提升是这样 对抗提升 那么呢 他还告诉你是relax 放松的 就是拉伸的 所以说当向下的时候 这个肌肉是拉伸的 复复 为证 两个 反义词 放松也是反义词 对抗也是反义词 加起来 其实又回到了 那么这个肌肉主动做运动 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还是向上这个动作 这是这道题最绕人的地方 也就是说 对抗这个动作的时候 是放松的 那么还回到了 就是这个动作 大家看这种表述方法呀 对抗 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是放松的 那么说的就是这个动作 两个都是相反的 就抵消了 那么我们看谁是向上的动作 港上机是向上的动作 港上机可以做向上的动作 港下机永远是向下 实际上是外旋 我们的胸大机也是 胸大机能做曲 能做身 能做内收 大圆机 能做内旋 能做收 能做身 都没有向上的动作 只有 Super Spendals 是向上的动作 好 大家把最后这道题 再仔细消化消化 因为它两个否定词 这道题难就难在这 当然了 它用这个 Elevation 不是太准确 应该用这个 Abduction 外展 其实是最准确的 不应该用这个Elevation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 港上机的一些分析 通过这些分析 大家发现 港上机主要的 就是一个动作 Abduction 还有它的位置 港上波和 公鼓打结结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例题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